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你好 我是刘奶爸 今天要讲的主题是网路创业成功导师想要教你的 我把自己定位为网路成功经验的导师 为什么呢 因为导师这个角色就是要引导你可以把我自己的经验分享 然后灌输到你的脑袋里面 让你可以利用这个方法把自己的特色专长发挥出来 所以我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导师的角色 目的就是要引导你走对方向 好 那今天的主题就是说 创业呢 一般从个人开始 从一个人开始的 所以我会给你一个标准的步骤 什么的标准步骤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简报 第一个标准步骤就是 怎么样找出贵人引荐的管道 什么叫做找出贵人引荐的管道呢 也就是说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目标对象 就是说你的客户好了 可是如果你要直接找到你的客户 其实是有一点困难的 怎么说有一点困难呢 我讲的是那种比较大的客户 那种比较大的客户可能他的地位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要去接触他其实是有困难的 譬如说他是某某政治人物或者是某某明星啊 或者是一个大公司老板啊 那这个叫做 你中间要有一些沟通管道 所谓的沟通管道就是有一些贵人的帮助 让你可以去接触到那一个 譬如说你的目标客户是某一家公司的大老板 好 你如果直接打电话到他们公司去 这个成功几率是很低的 因为你们中间都没有任何介绍人 没有引荐人 没有认识的人 所以这个第一步骤就是你要找到贵人 这个贵人呢就是 譬如说这个大老板他底下 他的朋友是跟他比较熟的 那你先去找这个朋友 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个朋友他是不是有另外一个朋友 另外这个朋友呢跟你是不是有认识 或者是说中间可能又隔了好几个人 那依照六度空间理论啊 如果你中间隔六个人的时候 你一定能够找到你那个目标客户 你那个目标对象 所以我们中间隔的这些人 其实就是我们的贵人 那我们要怎么去接触这些贵人 就是很重要的话题 很重要的课题 好 那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让人认识你 让人认识你非常重要 等一下我就会介绍 我之前跟大家讲的这些 我那些照片是怎么来的 我那个自我介绍的照片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我会有跟那些人的合照 那那些合照到底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为什么要把它做成自我介绍 然后把它放在我的blog的自我介绍页里面 所以第二个步骤让人认识你 其实就是大量的曝光行销你自己 那第三个步骤呢就是 找出贵人的需求 什么叫找出贵人的需求呢 也就是说刚刚讲到说 假如说你要认识那一个大老板 可是呢 你们 你跟这个大老板中间隔了很多层 引荐人 那你没有办法直接touch到那一个大老板 那这时候呢 你要找的那些中间的引荐人 那些都是你的贵人 可是呢 这些贵人 他为什么要帮助你 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我们如果寻求他的帮助 比如说我找A A找B B找C 然后C再找到你要的那一个真正你要的客户 这中间有三个引荐人 你要找到这个A A为什么要帮你引荐那一个B B再去帮你引荐那个C C再去帮你引荐那个大老板 所以这个A非常重要 中间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可是 你要怎么做 才能够让这个A 愿意去引荐另外一个B 这个就是找出贵人的需求 重要的地方 假设 你今天知道这个A 它有哪些需要满足的地方 你去满足它 好 你去满足它 等一下我会举例喔 我这些照片的由来 我一个一个都会举例 如果你能够满足这个A的话 那你请A去帮你引荐B 这个对象 这样子的话 A就愿意帮你去做引荐 因为你有满足他的需求 你有帮助到他 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好 第四个步骤呢 就是提供自己被利用的价值 提供自己被利用的价值 这个跟刚刚讲的 你今天找到这个A这个贵人 可是 你要怎么样跟他变得熟弱 你要怎么样让他相信你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要满足这个A的需求 你要去帮助到他 所以你必须提供自己被利用的价值 自己被利用的价值 譬如说 我等一下会有一些照片的案例 我怎么去提供被利用的价值 然后跟他保持很好的关系 他才去帮我引荐到其他对象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